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Beats Solo 4无线耳机的惊人降价 这款耳机目前在Amazon上仅售130美元 从原价200美元降了不少 提供了清晰的音质 舒适的设计和长达50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 真的是物超所值 评论家们对它的音质和舒适度赞誉有加 但也有用户提到耳机可能会对大头用户稍紧 颜色可能与图片不符 总体来说 这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耳机选择 接下来是关于Amazon Prime Day 2024的消息 虽然官方日期尚未公布 但预计会在7月举行 Prime会员可以在这期间享受全站范围内的折扣 包括电子产品 厨具 时尚服饰和户外用品 即使还未到正式的Prime Day Amazon已经开始提前提供一些热门商品的折扣 如Apple AirPods和Quisinert厨具套装 最后 我们来看看Meter Plus智能无线温度计 这款温度计让你可以通过手机追踪烹饪过程 适用于烤架 烤箱和熏制器 评论家们在测试中发现 这款温度计能让烤肉变得更完美 内部多汁 外部烤得恰到好处 Meter Plus在Amazon上售价70美元 是烧烤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的最新报道中 Beats Solo 4无线耳机在亚马逊上 以130美元的价格出售 比原价便宜了70美元 这款耳机不仅音质清晰 电池续航时间达到50小时 而且重量仅为217克 佩戴舒适 耳机内置40毫米传感器 能提供个性化空间音频体验 让你仿佛置身音乐的世界 快速充电功能也非常实用 仅需10分钟即可提供5小时的播放时间 此外 通过USB-C或3.5毫米音频线连接时 这款耳机还能提供无损音频 保持音乐的原汁原味 虽然目前评论数量不多 但已有超过70名买家给出了五星好评 Yahoo US还透露 2024年的亚马逊Prime Day将在7月份举行 具体日期尚未公布 但预计会在7月的中旬 Prime Day是亚马逊一年一度的 大规模促销活动 专为Prime会员提供 虽然具体的折扣信息还未公布 但预计会有大量的电子产品 厨房用品和时尚单品降价 亚马逊自由品牌产品如Kindle Fire TV Echo等也将大幅折扣 其他零售商如Target Home Depot和Walmart也会在Prime Day期间推出类似的促销活动 在另一篇文章中 Yahoo US的记者和他的丈夫Sean测试了Meter Plus无线智能肉类温度计 这款温度计通过蓝牙连接到手机应用程序 实施监测肉类的内部和外部温度 测试过程中 他们选择了一块厚实的鸡胸肉进行考制 通过应用程序设置预热 选择肉类类型并插入探针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最终 鸡肉外皮交香 内部多汁 温度达到了安全的165华氏度 Sean表示 这款温度计让它在烤制过程中可以放松下来 不必频繁检查肉的状态 是夏季烧烤的理想工具 Yahoo US报道 最新的Romba VAC Essential机器人吸尘器 正在进行大幅度折扣销售 这个新款Romba通过智能导航功能 可以在房间里有序的清洁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四处乱撞 其三阶段清洁系统包括旋转边刷 V型主刷和强力吸尘 能有效清理各种地面上的垃圾 尽管它没有自动清空机座 但它可以存储相当多的垃圾 用户只需偶尔清理一次 许多用户评价这款Romba为完美的机器人 因为它不仅提高了地板的清洁度 还让用户更加注意地面上的杂物 从而提升了整体家庭环境的整洁度 Yahoo US的另一篇文章 评测了Dyson 360 V-SNAF机器人吸尘器 这款售价高达1200美元的吸尘器 虽然在吸力上表现出色 但在功能上却显得相对单一 它没有自动清空机座 也不具备拖地功能 电池续航时间较短 且噪音较大 尽管其紫色的外观设计非常独特 操作也相对简单 但高昂的价格和一些设计缺陷 让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许多用户表示 这款吸尘器虽然吸力强大 但并不值得这个价格 Yahoo US还推荐了亚马逊的Fire TV Stick 4K 这款设备目前售价仅为30美元 比原价便宜了40% Fire TV Stick 4K 可以让用户轻松访问数百个流媒体应用和频道 如Prime Video Netflix Hulu等 它的设置非常简单 只需插入电视的HDMI端口 并连接到家庭WiFi网络 许多用户对这款设备赞不绝口 称其不仅提高了电视的流媒体体验 还帮助他们摆脱了昂贵的有线电视费用 尽管有些用户希望电源线能再长一点 但总体来说 这款设备的性价比非常高 Yahoo!US最近为厨房爱好者们带来了很多优惠 尤其是对于那些喜欢在家烹饪的人来说 更是福音 作为一名曾经的专业烘焙师 我特别推荐Ninja Creamy 这款制作冰淇淋的神器 现在价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此外 Cuisinart六夸托空气炸锅也在打折 它拥有宽敞的烹饪空间和简单应用的界面 是家庭厨房的绝佳选择 还有Hankos 15件刀具套装 原价345美元 现在只需120美元 这套刀具包括了从削皮刀到厨师刀的各种刀具 绝对物超所值 Ninja Foodie智能室内烤架也在打折 它不仅能烤制各种肉类和蔬菜 还配有温度计 确保每次烹饪都能达到完美效果 如果你在寻找一份特别的父亲节礼物 Yahoo!US推荐了 Cloud Massage Shiasu足部按摩器 这款按摩器不仅能滚动按摩和压缩 还能加热 帮助缓解脚部和小腿的疲劳 它特别适合那些长时间站立工作的人 比如护士 许多用户表示 这款按摩器让他们的脚部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 有些人甚至表示它比去水疗中心还要好 虽然有些人觉得按摩力度有点强 但只要从最低设置开始逐步调整 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力度 最后Yahoo!US还推荐了一款改变早餐生活的小家店 Hamilton Beach早餐三明治机 这款设备可以在几分钟内制作出完美的早餐三明治 只需将面包、鸡蛋、肉类和奶酪放入不同的层次 然后合上机器等待即可 许多用户表示 这款设备不仅节省了他们的时间 还让他们的早餐变得更加美味 尽管有些用户提到机器没有自动关闭功能 需要手动拔掉插头 但总体来说 这款早餐机的便利性和美味度 让它成为了许多家庭的必备品 Yahoo!US报道 英国鞋旅设计师Sophia Webster将在2024年 Core Wainers Folkware Awards上发表主题演讲 并获得Sew Saund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Webster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的Core Wainers课程 她表示能够在这个特别的十周年纪念活动上 发表演讲并接受奖项是她的荣幸 她强调艺术教育和进入鞋旅行业的重要性 并提到今年有16位来自伦敦时装学院 和德蒙福特大学的学生将角逐这一奖项 Webster还分享了她对年轻设计师的建议 鼓励他们保持独特性和真实自我 不要过于在意他人的成就 Yahoo!US报道 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名为 国会运动鞋核心小组的新组织 希望通过对运动鞋的共同热爱 来促进两党合作 该小组由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议员 Jarrod Moskowitz和俄勒冈州共和党议员 Laurie Chavez-Darimer于2023年4月组织成立 Moskowitz表示 运动鞋不仅是她与同事们的对话起点 也是促进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 Chavez-Darimer则认为 运动鞋是展示风格和创新的有趣部分 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FDRA也支持这一努力 认为运动鞋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物品 国会运动鞋核心小组 还计划在2024年6月12日举办第二届运动鞋日活动 Yahoo US报道 根据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FDRA的最新数据 5月份鞋类价格的上涨速度有所放缓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上涨了1.1% 男性鞋类价格上涨了2.1% 女性鞋类上涨了1.4% 而男孩和女孩的鞋类价格则下降了1.1% FDRA首席经济学家Gary Raines表示 今年前5个月的鞋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0% 预计全年鞋类价格可能会有相对温和的增长 Raines还提到 儿童鞋类价格同比下降了1.2% 预计2024年儿童鞋类价格可能会继续下降 这一价格变化与劳工统计局的报告一致 后者显示整体零售价格在连续两个月小幅下降 Yahoo!US报道 Walmart在6月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 特别是针对父亲节的促销 会员专属的Walmart加Week将于6月17日开始 提供从燃油、旅行到快递服务等各类折扣 父亲节礼物推荐如Lenovo笔记本电脑优惠近300美元 适合烧烤的半价探烟熏炉 以及适合家庭电影之夜的V2音响仅售39美元 其他优惠包括HP笔记本电脑 Blackstone户外考盘 iFans便携式电源站等 吸尘器方面 Bizzo、Dyson和Shark品牌的多款产品均有折扣 价格从59美元到300美元不等 原意用品如Fansate五层垂直花园 Seeker迷你电锯 Vicotti折叠花园车等也有大幅优惠 此外 户外用品如Thermasale驱纹器 SCRSTH太阳能户外灯 三昼无绳推草机等也在促销中 Yahoo US报道 夏威夷州执法部门 在打击非法焰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自2023年6月成立以来 非法焰火特别行动组 在夏威夷的港口和码头 查获了数千磅非法焰火 尽管如此 坦香山市议会正推动一项新法案 允许在特定时期 销售一些目前被禁的消费者焰火 如地面喷泉和烟花棒 由议员Kelvin Say提出的 第22号法案计划 在7月进行最终审查 旨在修改消防法规 允许持有许可证的人 在新年前夜和独立日等特定时期 购买和使用这些焰火 尽管此举得到了商业界的支持 但消防部门表示反对 认为这将增加火灾风险 特别是在夏季干燥的天气条件下 Yahoo!US报道 Duo品牌工具 在亚马逊上 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 其中最受欢迎的 无绳钻和驱动器套件 限价仅为99美元 折扣高达45% 这款紧凑但强大的工具 可以提供高达1500RPM的动力 配有LED灯 方便在低光环境下使用 其他Duo品牌的优惠产品包括 售价94美元的无绳吹风机 售价126美元的轮胎充气机 售价155美元的无绳路由器 和售价93美元的轨道杀光机 购买这些工具 还可以享受亚马逊 Prime会员的免费送货服务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六度团队制作的节目现场 我是六度节目的主持人 六度世界的网址是 六度大 world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